台东富山保育区因为多年富裕有成 神态丰富成为许多不向民众违法猎捕的热点 海巡署18号接获民众报案 只有人在区域内违法捕猎 派人前往当场就查获到32只龙虾 全案后续以相关违规市政韩宋台东县政府来采除 海巡人员将民众违法裁捕的渔获 一一收缴 作为证物 并将裁捕的两名男子带回征讯 现在是民国111年 7月18号 针对富山海水浴场 有民众 赞至宠物保育区 财捕水产动植物 循式搜证 这有什么鱼啊 鱼鸽啊 鱼鸽啊 对 十五 十六 十六只龙虾 十六只龙虾 这几只鱼四只 都鱼鸽 鱼鸽 都鱼鸽吧 死掉了 那另外一龙 富山保育区因为富裕有成 生态十分丰富 也成为许多不孝民众 违法捕猎的热点 十八号海巡署接获民众报案 指称有人在区域内违法捕猎 随即派人前往 当场查获三十二只龙虾 及多种鱼类等等 富山保育区 针对民众总录富山保育区违规财谱之龙虾 三十只海豹 海巡署118服务专线 于今日凌晨三点零一分 接获沉进民众报案 于台东富山保育区内 疑似有民众违规财谱 随谈送职务 随即派员第二机动巡逻站 及司法小组 前往现场应处 当场查获财谱余货 全案将依违反逾越法规定 韩宋租安机关财处 海巡人员在讯后 将违法捕猎的王姓及正姓男子 韩宋台东县政府进行财处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